嚕嚕缺陷的孩子们在舞台上大方展现自我 就读小学一年级的小琴 先天罹患双侧唇恶劣 动过三次手术加上语言治疗 现在的小琴口齿清晰充满自信 我是小鸟 我飞得高 我负责吃虫子 让红果树更健康 很感动啊 就是说讲话越来越清楚啊 就读云科大四年级的成晋 是双侧小耳症患者 求学阶段备受异样眼光对待 因为同学他们不懂 他们就觉得说我是一个很怪咖 十年间动了六次手术 尽管还是需要依靠助听器 但成晋在学业上有杰出表现 今年在法国获得机械设计制图的世界金牌 我并不比他们差 那你要告诉他们说 我虽然是跟你们不一样 那我所拥有的特长 专长还有能力都不输给你们 我想我们的人的价值 应该就是由我们定义的 是不是 那我以你为荣 如言缺陷并有家庭欢聚一堂 透过互相交流与扶持共同成长 如言孩子都跟我们一般的孩子 是没有两样的 甚至他们在各方面的表现都很优异 透过奖助学金给予鼓励 证明先天的缺陷 不能阻碍这些孩子们 奋发向上的决心 大爱情文章关端 刘伯明台中报道 再来看看